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网友指出的其中一位书法家是刘松安 并称赞他是天津地区少有的行草大家 书画圈经过细心选择 仔细了解 基本上掌握了这位天津老书法家的事迹 这位曾经以书法和遗述造福一方百姓的文化老人 应当被世人所了解 而不应被淡忘 老人生于1919春一年 人名俊齐 号松安 他出生于豪门 有多豪呢 小小年纪 他就得以见识书画界多位文化名人 年纪轻轻 自是很高 不到十岁 他就被父亲领着去见华世奎 但小小的刘松安并不喜欢华的掩体书法 他对父亲摇了摇头 从此两人也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刘松安依旧继续练字 他跟谁学呢 他有自己的观点 他 喜欢苏氏 父亲主 刘庸 对于这些古人的字 他心追守末 自主端言 虽没有当代名人指点 却尽了古风之潇洒 江苏氏的藏桥鱼桌 刘庸的骨肉相间巧妙结合 荣与彼端 同时才又有敏 王之风韵 在奔放中蕴含着苍镜之气势 二十出头 就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行草功夫 也正是二十岁前后 刘松安父亲过去家道中路 他开始在荣宝斋挂笔单卖字 像这个年纪卖字的人 一个势力难找下第二个人 当时给他捧场的人很多 蔡多年后 他回忆说 你说二十来岁 字能写多好呢 偏偏就有好多人来买 片眼中 老人的欣喜之情易于言表 在书法方面 刘松安最独特的传闻 莫过于破形写扇子了 破形是什么意思 就是 在扇面上提字时 不按着折扇的折痕来写 这个难度很大 一般的书法家皆必而远之 文从沈梦了解 但刘松安不怕 他曾不无得已的说 在扇面上写破形 咱敢拍胸脱写 老人曾经刻过一个印章 上书二十玉字 三十玄乎 这正是对他人生道路的一个总结 刘松安大约在青年时期就已经见过诗金墨了 年近三十时 经过一番考量 他最终投身在诗金墨门下 相伴左右 耳濡目染四年多 学艺有成 才自立门户 为人看病时 刘松安也允成诗金墨的就义原则 是并不论贵贱 诗爱不分负品 甚至 他故意对富人收取很高昂的费用 对穷人可以分文不取 也正因此 他在当地民间有着良好的口碑 尽管在中晚年 刘松安的家境早已和少年时期不能相比 但他在生活方面依旧延续了某些就有的方式 他的家在天津木难道 冠以斋名养山炉 在饮食方面 他非常讲究 一个饭可以做出多种花样 即使在晚年他也对美食乐此不疲 天津木难道老人于1990年代中提此事 想年不到八十岁 在晚年时 他亲自送别了老伴和儿子刘盈 为此难过了好久 他的真性情 被见过他的晚辈 一一记录了下来 转眼 刘松安辞世了二十多年 他的说法已十分难找 他的百科也是一句带过 他的名字已经含有人知 如何纪念这样的老人呢 借着这篇文章 追忆一下吧 我这篇文章 追忆天津木难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